香港明夜公布最新的民調 香港市民對於特首林鄭月娥的評分 跌到了他上任以來的最低 更有六成民眾打下了0分 不過香港市民對於台灣政府的信任度 達到了3成8 創下1996年以來的最高 超越了北京當局的20% 1月上任以來的新低 另外支持率 支持率現時數值9% 是首次出現個位數的支持率 如果我們分析評分數字 現時有60%的受訪者是比特首林鄭月娥零分 這個數字也是過去這麼多次以來最高的一次 台灣那邊也是一個 相對來說是一個封關和口罩供應 比較合理的處理方法的地方 所以香港人看到過往的時間 對於台灣的一些支持度也好 或者對於他們的信任度也越來越高 其實我程度上都是對於新的政府 本身對於抗疫的措施 比較立光見影 學者中樂為表示 台灣政府的防疫作業 所有事都是以台灣人先行 相較於香港特首林鄭月娥第一時間 都是先感謝中共中央當局 明顯沒有以香港人優先 因此讓香港人對台灣的防疫措施比較有信心 說明顯沒有所謂的